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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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俊信 兄 你好 你好 這是你的大本營 對 因為我是 你哪一年到這裡來 我06年 你這個是什麼地方 這個是我們以前的宿舍樓 這個時候很老了 你們那個時候訓練的作息時間是什麼 我們訓練的時候 基本上是6點鐘出早上 7點多點就吃早飯 再是巴雷班訓練 訓練完到11點就吃午飯 再休息兩個多小時 可以休息兩個多小時 對 因為我們運動員 很注重這個午睡 吃完以後就馬上又下午2點半訓練 到6點 然後吃飯以後就不再訓練了 吃飯以後就不進來 回到宿舍 就休息了 一般晚上我們基本上 就9點半就要你們 你們那個時候強制熄燈吧 也算強制了 但是我們新隊 反正就是到底就關了 那就聊天吧 聊完就睡覺了 他在寢宿裡面聊天 對 跟我們一樣 我們年輕的時候 除了聊專業之外 你知道還有聊一個話題 你知道吧 聊什麼 你猜 沒有什麼 你猜 我們聊外面的世界 是外面的世界 你猜聊什麼話題你猜 哎呀 我不懂嗎 你想想看 有 不懂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就會聊 這個女同學 那個女同學 那個時候有沒有聊自己 哎呀大概的那個 想法是什麼 我 我性格就是啥呢 就是 感覺還沒練出來 練出來我就感覺 在找喜歡的 你媽媽喜歡哪一塊 我媽媽 哎 我喜歡的她都喜歡 真的啊 她有沒有告訴你說 哎呀立軍啊 將來你要找什麼樣子 她有 她怎麼說 有個要求 你什麼要求 你找 反正不能別人找奶的 找奶的我就不同意 他就是把以後小孩就是 我懂 真的懂嗎 我訓練時候 因為一直在北京嘛 因為長大上這一塊 你要是想去拼奧運分 你都在北京訓練 明白 條件更好 各種設備啊 各種保障 都能全面 所以你來的時候這個中心就有啊 我來的時候這個中心就有了 很老了 序列房是修了好多次了 以前序列房就是有兩間嘛 一旦小的 以前我在小房間練 小房間是什麼待遇 大房間什麼待遇 小房間就是 菜鳥 菜鳥 對 大房間就是高手 相對來說 到時候我的想法可能就是這樣的 所以你在小房間練的時候 你當時看著大房間 你什麼想法 感覺也想去大房間就是 看那邊那種高手運動員訓練嘛 就是想學習學習這樣嘛 哦 因為我們小房間 有個牆的看不到 看不到 但是你知道高手在外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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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